中央要求军队建设统筹建设和备战的关系 那么解放军是不是要蓄力准备出拳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晓飞 最近很多媒体在解读中央的精神 那么中央精神重点谈到了 解放军未来要在备战和建设上进行一个统筹和平衡 那么很多媒体在解读过程中 他的理解力重点放在备战上 强调了很多备战的内容 但到底是怎么背 怎么建 怎么统筹 怎么平衡 说的不是很清楚 至少我看了一下参考消息的文章 看了半天就感觉到这个文章 基本上还是一些个套话比较多 口号比较多 很难通过这个文章有些清晰的理解 其实很多朋友应该想到了 建设跟备战的关系是什么 其实宏观上是一回事 我们搞所有的军队建设 不就是为了备战吗 部队的一切建设不就是为了备战吗 部队的工作是什么 和平时期就是为了准备打赢下场战争 所以我们现在去讲统筹 讲平衡 那么前提条件一定是把建设跟备战分开来说 也就是说这里边谈的建设跟备战 肯定不是宏观角度了 而是从更细节角度去看了 时间上来看 一般我们说搞建设是长期的 而搞备战可能是相对更短期的 比如说备这几个月甚至这几年 一说建设可能是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建设 如果说我中央精神重点强调的是 讲建设备战不怎么说 那基本上意味着中央判断 短期之内我们跟某些国家地区 发生冲突的概率比较低 如果中央精神重点强调备战 建设说的少 那可能这个战争味道就比较浓了 意味着中国遭受了比较严重的威胁 我们要赶紧做一些准备 现在讲统筹讲平衡 那应该感觉到是中央判断 未来战争的威胁不是特别大 但是仍然是有不能排除 而且这个威胁有可能是在几年之内会爆发 但是目前仍然有管控的手段 可以把这个威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所以充分做好的是两手准备 有可能要打 但是尽可能去遏制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被诈跟建设是什么关系 另外也有个方向问题 建设涉及很多方向很多内容 设施的建设 装备体系建设 军事理论建设 还有人才建设 都是建设 特别是军事理论 人才这两块 它是引领性的东西 理论越先进 你后边装备的发展 设施设备的这种发展 都会有更明显的方向性了 所以现在我们讲建设 恐怕更多的是要体现 引领性的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要适应战争了 我们还要搞清楚 未来战争是怎么样的 别人没想到的 我们要想到 甚至我们在某些理论上 尽可能要超前 理论上的超前 可能比装备的超前更重要 而说到备战 恐怕有更多的是 基于现有条件 进行充分的物质准备 那就不见得是理论上的东西了 因为你这个时候 再进行理论准备 来不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等于是同时要求部队 既要能够跟得上时代 同时也要考虑 怎么去引领时代 那么最后 当我们通过建设 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能力 那么这些能力本身 就会进入部队 实际上这个能力本身 又成了新的备战工作的一部分 当然了 如果和以前的一些精神相比 我们能够闻出一些味道 就是过去讲建设 确确实实 比讲备战要多一些 现在把战备和这个建设 并列起来去谈 可能确确实实也意味着 我们的言论中 我们的观念中 火药味比以前重了一些 就是前面说到的问题 可能真的是判断 未来几年之内 可能真的会有一些个战争 面临到我们头上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而且我们要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能够考虑到引领战争样式 在理论上 在人才建设上 在装备体系发展上 能够做到战备和建设 同步进行的 我们看全世界有几个国家 好像现在是除了中国和美国之外 能够进行大规模准备的 基本上也没有谁了 俄罗斯应该说能做到这些 但是俄罗斯的未来的科源力量 特别是军事理论的发展 长期滞后有一段时间 它能不能逐渐追上了 也是一个问题 包括很多关键技术来讲 包括一些关键的思想来讲 它需要个转换 至于说像印度那样的国家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它基本上是只有战备 没有建设 而且印度人的备战工作 都给人感觉好像就是 买买买买买 步枪不行的话我就买 你看现在自己生产的步枪 自己设计的步枪 那个故障率之高 也非常吓人 包括你看它这个炮弹也是这样 进口火炮进口炮弹可以 进口火炮配自己炮弹 那基本等炸糖 然后你看整个装备体系建设 那确取实实 它没有足够的思想 没有足够的人力 也没有足够的技术条件储备 去做好它的建设 所以说能够做好这个统筹 应该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也不太容易的 其实中国军老化 应该是对我们的思想 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就是磨刀不砍柴工 我们要做饭了就要准备柴 这就是一个备战 但是把刀磨得快一点 让我们的砍柴工作 可以更顺利一些 今天我们讲建设跟战备 要进行统筹 要进行平衡 意味着我们要抓紧时间 磨好我们的刀 砍足够的柴 比如说台湾 比如说印度 再比如说台湾或者印度背后 有没有美国 这都是我们以前反复强调的问题 那么今天中央把这个话题说出来 等于也是告诉他们 不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你们想怎么出招 我们都能接着 好 本期话题就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说